朋友们好,欢迎光临采燕游市的频道 若有后院菜地的蔬菜长得好 春根饭地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春根饭地最适合冬天太冷而不能种菜的地区 因为早春的菜地里没有蔬菜,方便饭地 在今天的节目里,我向朋友们介绍我是怎样春根饭地的 希望大家喜欢在后院种菜的朋友有一些借鉴意义 这是我家三月中熊的菜地 十几天之前,菜地里还是厚厚的积雪 几天大太阳下来,菜地就差不多可以生根了 美国北方多雨 早晨很难得以连续好几天的大晴天 所以北方的种菜爱好者在菜地不是很潮湿的时候 就要炸进时间翻地 注意,菜地太潮湿的时候是不能翻地的 否则会破坏土壤机构,引起土壤半截 春根翻地,我分四步走 第一步,起笼 先将菜地平整一下 然后起笼 菜地起笼有很多好处 一是方便土壤排水 避免蔬菜更新被咽 二是以鲤鱼阳光直射土壤 让土壤渗温更快 三是增加土壤的通透性 四是可以节奏施肥 这是起笼之后的菜地 第二步,撒鸡肥 这些是我用着鸡肥的肥料 鸡粪 花肥 如果你的花肥不感冒 花肥也可以不用 很多北方的朋友当天都在碧鲁里烧柴火 烧柴火 剩下的草木灰也是好肥料 如果菜地不够肥沃 这时候也是加低肥和牛肥的最佳时机 在土壤表面撒鸡粪 撒化肥 撒草木灰 等所有的鸡粪撒好之后 就可以开始翻地了 翻地的时候 把鸡粪 花肥 草木灰和呆肥都混入土里 翻地之后 菜地的深度最好有一铁锹剩 以理素材的根系生长 翻地可以用铁锹 也可以用青形根地剂 特了 我个人认为青形根地剂 不是很适合美国北方春天翻地 因为美国北方早晨菜地 最大的问题是太潮湿 用根地剂容易引起土壤半戒 根地剂适合在干旱的季节或者地区使用 拆地翻好之后 要整理一下 来个稍微工程 将翻地时掉下来的泥土再放回笼上 将笼上的土爬平 在笼与笼之间的空洞里 铺一些前一年秋天留下的树叶 这样下地更活时 鞋底就不会都是泥巴 拆地整理完毕之后 就可以在适当的时候 播种春季素材了 感谢光临拆验游士的频道 请分享 请订阅 谢谢 我们下次再见